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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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小时后 他们到达印度的天江机场 休整了四五天后前往兰摩加军事基地 中国远征军在这里集结训练 在这里 军装是英式的 顿顿吃牛肉罐头 每人一条棉毯 两个帆布水袋 武器大部分则是火力强大的美式装备 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中国国内是无法想象的 这让杨叔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最初对战争的恐惧 美国教官告诉他们想学什么就教什么 开汽车 电话通信 开炮等都可以 杨叔觉得开坦克很威风 就去报名学开坦克 杨叔他们被带到一间房子里 那儿停着一辆坦克 旁边有美国教官 中国翻译 教官就介绍给他们坦克的各个部件 怎么发动 怎么起步 怎么刹车 几天后 杨叔就开始跟着助教坐在坦克上训练 他们将要在战场上驾驶的 就是14吨重的M3A3轻型坦克 装甲厚度25至38毫米 上面有一门大炮 三平机枪 M3A3坦克在印度重建中国远征军的时候 对中国远征军进行局劲而配备了M3A3坦克 咱们也知道缅北地区都是崇林地带 当然说它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武器 因为它有装甲后 它属于轻型坦克 所以对日本人对付它还真没有办法 所以它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的时候 对揭灭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 也是自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 参与这次行动的战士呢 各个都是精选出来的 有文化体格健壮的青年人 他们经过专业的训练 战斗意志旺盛 他们跟M3A3又有什么样的难解之缘呢 在经过专业的训练之后 杨叔将要驾驶着M3A3参与他的人生第一次境外战斗 那一天的兵营似乎跟平常没有太大的差别 早早起床的杨叔却比以往更加的亢奋 当他坐在坦克中不断按照计划行进的时候 仿佛一切都被战争绷紧了 他和同行的战友聊着 遇到日军后该以怎样的方式打击对方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他们瞪大了眼睛等待他们人生之中第一次战争的降临 下午五点多 他们碰到了第一支日本军队 日本兵似乎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这里遇到坦克部队 看到杨叔他们过来被吓得像受惊的野兽一样四处乱跑 杨叔一看这个情况 原本被提到了嗓子眼的心此刻落到了肚子里面 原来日本兵不过如此 他高兴地从坦克里面钻了出来 看着落荒而逃的日本兵跑进树林 将他们丢下的东西一一捡了起来 就在杨叔捡东西的时候 他就听到一声巨响从不远处传来 飞沙走时一瞬间纷纷落到他的身边 杨叔想都没想连忙冲进坦克 谁也没有想到日军又回来了 他们向杨叔所在的部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炮弹不断地落在他们的附近 很多汽车兵都被打死了 杨叔在坦克里面吓得浑身颤抖 他慌忙中想要找到一个攻击目标 可四处都是不断爆炸的炮弹 根本见不到日本兵 他们只能待在那里挨打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葬身这片战场 这时杨叔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战争 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危险 汉的同干倒在枪林弹雨之中 杨叔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 他的汗水打湿了衣服 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仇恨 让他的肾上腺素猛烈的飙升 后面的中国援兵冲了上来 杨叔在教官的指导下加入了反击的行列 和平年代的人们很难理解战争时期 士兵对于武器的感情 杨叔在战场上经历着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在这一晚他失去很多相濡以沫的战友 也就是在这一晚才让他彻底跟坦克结为生死搭档 经历了这样一场场血与火的考验 年轻的中国坦克手迅速成熟了起来 1944年3月 中国远征军第一战车营奉命穿越丛林 向日军第十八师团重兵驻守的缅甸北部瓦鲁班地区进攻 中国远征军采用远侧包抄战术 即正面拖住敌人 同时骑兵穿过丛林 绕到敌人后面展开进攻 日军第十八师团是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精锐师团 以训练有素凶狠残暴著称 3月8日在穿越了不见天日的密林 渡过了湍急的河流 冲破了日军重重阻碍之后 中国远征军第一战车营 突然出现在日军第十八师团指挥部面线 每等日军反应过来 全营战车以急风驯雷排山倒海之势 向敌人阵地猛冲 碾压风机纵横扫大 敌军一道道肩部的攻势 阵地营防被摧毁冲垮 打得日军丢盔弃甲 狼狈逃算 日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长 仅带着少数残兵败将侥幸逃生 而他的十八师团的官房大印 却成了中国远征军的战利品 并且作为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 保留至今 此次装甲齐席 不仅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 并且极大的鼓舞了中国远征军的士气 在中国的抗战史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后 中国远征军第一战车营 作为突击的尖刀 与友军密切协同 不断突破日军的防御 对日军第十八师团穷追猛打 取得了瓦鲁班之战的胜利 就这样 明星的中国坦克手们 驾驶着心爱的战车 驰骋在缅甸的山野丛林之间 打得日军魂飞魄散 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立下了不朽的功勤 很多中国人也从此开始知道 M3A3轻型坦克的威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M3A3轻型坦克更多的出现在中国人面前 在解放战争中 它是国民党装甲部队的主力战车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以它为主建立的战车队 1947年鲁南战役打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从国民党军的一个地下仓库中 获得了23辆坦克 其中17辆是M3A3 经过抢修 有6辆能够使用 华东坦克队就此成立 1948年淮海战役 坦克大队奉命退属中国人民解放军 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师 攻打梯县前黄滩国民党军 黄国焘兵团第44军军部及一个团 下午6点半激烈的战斗打响 硝烟滚滚的战场到处烟缠遮蔽 国民党军利用野外的壕沟和地堡作为掩护 坦克队的队员只能干着击 看不清对手 天色越发的昏暗下来 敌人发现了华东野战军坦克队员地形不熟的弱点 当即从地堡中集中火力机枪 一阵狂扫 华东野战军的坦克射手 沈许和他的战友冒着枪林弹雨把坦克开向敌人阵地 距离敌人的地堡越来越近 沈许的心跳得越来越快 他心里清楚地知道 只要国民党军把枪头指向他们 只需一眨眼的功夫 他和他的战友们就会被炸上天 可是战事刻不容缓 天越黑 他们的胜算越低 国民党军简开过来的是美式的M3A3坦克 还以为是建了援兵 高兴地纷纷从地堡里露出头来 沈许和他的战友们一探机不合适 当即掌握主攻 结果几次连续运炮后强攻 终于摧毁了敌人的地堡 在怀法战役里 当时由M3坦克组成的小规模的装甲机群 来对人民解放军的主机阵力进行进攻 人民解放军装备的M3A3坦克 我们也提到了 因为当时发起了淮海战役的主要是 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 当时华东野战军装备了M3A3坦克 它是皇军坦克队 它是它的主力 也是M3A3坦克的主力 我们主要的用途也跟国民党军差不多 因为我们用途是攻击国民党军队的阵力 支援步兵作战 去攻克对方的设防比较坚固的阵力 或者说攻击 在以后的运动还包括城市战里面 也有城市攻坚战 包括巷战 同样也是目的 也是支援步兵作战 消灭对方的火力点 坚固的堡垒 同时也减少我方的人员的伤丸 主要是这样方面的一个用途 所以说在淮海战场上 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的M3A3坦克的运用 大同调域 大概都是一样的一个作用 都是为了打倒同样的一个目的 走过硝烟弥漫的战场 如今的M3A3坦克 静静的停放在中国坦克博物馆 它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解放战争中的艰难历程 也是人民装甲兵 在战火中成长的见证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保档案官方微博 微信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